習近平在見到川普的時候說 我們是龍的傳人 這個文明是五千年不斷的 而且我們相信在這一代 可以見證到龍的疼悲 但反之看到台灣這些小丑 如果故宮的文物來到台灣 叫做文化挑戰 但是先前呢 我們也有人提議說 就是把台灣的故宮 文物乾脆送還給大陸啊 也被民進黨罵 這也叫挑戰 真的 有這樣嗎 比如說 送還給人 還給人家 你覺得來是統戰嗎 好 那我們把目前的事 你要做台獨 那東西還給人家 對 故宮文物還給大陸嗎 也被罵這是統戰 那然後呢 當時這個故宮十二壽首 來到台灣的時候 自由時報還有評論 專門寫頭 就寫說 這個東西來啊 是破壞台灣風水 講得那麼奇怪 大家可以到自由時報上面去找 那風水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其實也是中國的文化 也是一種文化統戰 所以這些台獨人士 真的是腦子已經搞不太清楚了 但是這種人呢 剛才之前解說是0.1% 但大家也千萬不要小瞧這0.1 他們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為什麼 這就是二十年來 去中國的教育產生的毒瘤 而這個毒瘤會帶年輕他們 快速的散播 因為大家會說 你看 他們就抗議 然後政府就接受了 所以表示說 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喔 你看 用暴力 拖漆 抗議 年輕人本來就比較判斷了 好 然後呢 接著就拆了 他們就會覺得 他們做的事情將成功了 蔡英文也不反對 所以未來就會群起校友 所以自然而然反中的事情 就會越做越多 那他們口上一邊還講說 你看我們是台灣人啊 那中國文化通通都不要 這充分表現出台獨的不自信 如果台獨有自信的話 你就大方接受中華文化 你就承認自己是中華文化的一份子 你照樣看的復工 照樣搞台獨 你為什麼不可以呢 但正因為台獨心虛沒底氣 沒實力 誤知了 所以就只好搞這些小動作 只會去欺負銅像啦 什麼蔣東正的銅像啦 十二壽首的銅像啦 但真的要他們上戰場拿槍 這些人又都逃兵不敢 所以我們當然非常瞧不起台獨 對 反正 反正 走走走 來打 來打